你这做的什么破坊啊 别以为你靠你哥来的 我就不敢说你 全部重处 我说嘛 原来这关系户啊 怪不得一天某某闹到 表哥 那个名字他是谁啊 怎么说话比你还牛 根本没拿我当人看 还有旁边那个大屏 说话阴阳怪气的 就会看人笑话 像他们这种人 你早不给他们开除啊 我开除他们 你帮我做事啊 我可以啊 你可以那么简单的方案 你都做不好 这东西 我又没学过 没学过 那你来的时候 怎么跟我说的啊 表哥 那个破学校上与不上 没有任何区别 这个年代 知识改变不了命运 还不如早点来投奔你呢 问题是你过来能干什么 别人能干的 我也能干呢 行 赶紧把行李先放了 安排你上岗 我曾被无数的消防 对面啊 给表妹安排个直辈 记得啊 一定要特殊对待啊 音乐梦 我曾被无数的光头 好的两种 淹没我的澎湃汹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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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妹啊 你能入职 是我给你的特权 但是这个社会 不会给你特权 结果是骗不了人的 你羡慕他们比你轻松 那是他们寒窗古读那么多年 加上现在奋斗换来的结果 你连学都没上完 你有什么资格去指责他们 还有啊 别种想着操进入 是 知识改变不了命运 但是他绝对会给你增加选择命运的机会 好了 下午安排他们送你回学校 记住了 只有武装好了自己 将来社会 才能有你的一席之地 输到用识方恨少 是非经过不知难 知识是我们抵达梦想的接听